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4月10号,是周五,也就是所谓的耶稣受难日。 今天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周,受难周是怎么个情况。 受难周呢,我上次讲的是从棕榈叶节开始,那是上礼拜天,之后的一周呢,直到是礼拜天耶稣复活,那么要算起的话,这个一周的时间呢,传统上叫做受难周。 受难周呢,在两千年前呢,所发生的事都被记录在圣经新约当中了。 首先呢,我给大家总结性的介绍一下,上次我说了周日耶稣基督带着门徒进了耶路撒冷之后,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已经欢迎他,把他当做了救世主,高喊着和撒那,和撒那,认为救恩已经到来,拯救已经到来。 之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好,从周一开始说吧。 耶稣基督呢,带着门徒周一又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进入了撒冷城之后,他们就到了圣殿。 结果呢,耶稣一看,好嘛,这个圣殿呢,以前的圣殿是为了做祷告,做礼拜,敬拜上帝所用。 而如今呢,圣殿里面全是做买卖的,换钱的,对吧,卖鸽子的,干什么的都有。 耶稣呢,就大怒了。 为什么大怒呢? 因为啊,这个圣殿已经不再洁净了,这些犹太人呢,就是开始算计,做买卖,然后换钱呢,就是他们要把罗马人的钱啊,换成上帝的钱,然后好捐进去。 当然,缺金短两的也有了,然后卖鸽子,卖牛,卖羊呢,就是,就是在院子里啊,就开始就是做生意了。 这个卖羊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要过逾越节了,周五要过逾越节,逾越节呢,是怎么回事呢? 我会待会再给大家讲一下。 结果呢,这个犹太人就把这个圣殿当成了做买卖的地儿了,耶稣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 有人想了,耶稣不是慈爱的吗? 对吧,都是蔫蔫的那种,像绵羊一样。 他怎么能生气呢? 基督徒怎么能生气呢? 怎么能发怒呢? 这里有清楚的记载,耶稣怎么干呢? 他进了圣殿之后,把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赶走,又推倒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 不许人拿着器皿穿过圣殿, 然后呢,就是还拿鞭的抽打呀,这就是史书上记载呀。 因为他说了,我的殿是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怎么弄成了贼窝了? 这就是耶稣的教训,在圣殿当中。 这个,那肯定这些以色列人,他一看,这个人是谁呀? 哪来的权柄啊? 对不对?你凭什么这么管教管呢?你算老几呀,是不是? 你这个,这个样子像个那个要饭的似的,穿着破衣服,带着一些这个老百姓, 都一些那些就是打鱼的农民在这里。 你算老几呀,你就开始嘀咕了,这个,这个啊,这个圣殿里的那祭司也看,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他就开始算,算计,就是赶快就要查这个,这个人的底细,准备呢,抓着他的把柄, 好,把他送到官府,惩治,他们不会听的话呀,是对是错,只要任何人敢挑战我们的传统规矩, 挑战我们的,啊,这个,微信,制度,我就要整你,拿你试问,不管你说的话是对,还是错。 这就是第一天所发生的事,第二天呢,就开始了,耶稣又进去了,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可能是把所有的都给念一遍, 耶稣又进去了,然后呢,这些啊,法利塞人啊,这些祭司们啊,就教律法的老师啊,就开始挑战耶稣了, 就问一些,呃,叫做什么,挑战性的问题,就问耶稣的全名,你是哪儿来的,你哪儿来的全名? 耶稣呢,也没,直接回答,全名哪儿来的,就问,当时,之前的约翰,嗯,施洗约翰,他的全名哪儿来的? 是约翰呢,也是一个乡下来的人,乡下来的人,说的话都是对的呀,乡下来的就是说,不是大城市来的, 他是因为,在那个旷野中待了很长时间,和神交流,之后呢,教导人们要悔改, 可是呢,这些犹太领袖们也不会悔改的,犹太领袖呢,又不敢说这个世纪约翰的全名,不是上帝来的, 因为老百姓都听这个世纪约翰的,所以呢,这个犹太领袖呢,就不说,我就,就不回答, 那耶稣说了,你既然不回答我,我也不回答你,当然了,这个犹太领袖又问了好多刁钻的问题啊, 想把耶稣给,给那个,找个破绽,但是始终就找出来, 然后耶稣就又教训了很多,这个,这些啊,假冒伪善的宗教领袖, 当然了,这些宗教领袖当中,也是,不是百分之百都是那么,那个, 邪恶已经坏得不得了的了,还是有,相对还是有那些, 真正尊重上帝的教导的,他也有这样的,就有这么一个经学家, 就是研究律法的,研究旧约的学者,学家,就问耶稣了, 诫命中啊,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 对,那么多条呢,起码大条有十条吧, 耶稣回答,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 我们,主我们的神,独一的主, 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再没有别的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 那经学家也听,他说的有道理, 就说,老师,你说的是对的, 神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 并且爱人如己, 这就比一切, 番纪和各样基物好得多了, 哎呀,这个当时啊, 很多的这个人呢,也都不守这个戒律了, 就是认为, 捐点香火钱, 就算是, 算是这个前程了吧, 但是上帝起要你的这点香火钱啊, 创造万物的, 他稀罕你这点烧香钱嘛, 对不对, 他就是看你的爱心, 是不是真正对他的话忠实, 对周围的人, 是不是真正的用上帝的爱心去对待, 是不是, 对不对, 不要拜那些假神, 耶稣听了他的话呢, 就说, 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 这耶稣一回答, 一答一问, 其他的那些人也不敢问了, 因为问不过呀, 反而自己出丑, 之后呢, 耶稣基督又教导, 说, 你们要提防啊, 经学家, 他们喜欢穿长袍子, 走来走去, 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 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手座, 他们吞没了寡妇的财产, 又假装做润肠的祷告, 这些人必受更重的刑罚, 就是耶稣当年啊, 就是批评这种宗教领袖, 现在呢, 这个时代, 这样的宗教领袖, 还多不多, 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自己具体会发现, 这个呢, 就是之后的发生的事情, 周三呢, 发生了什么呢? 周三呢, 又发生了一些, 可能是, 也可能是周二晚上, 也可能是周三, 这个呢, 记载就说呀, 这件事完了, 耶稣带尔门都出来了, 就去呀, 一个就是他曾经医治过的麻风病人, 西门家里吃饭去了, 吃晚饭, 正吃的时候, 一个女的来了, 拿着一瓶非常珍贵的香膏啊, 叫做纯拿达香膏,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卖这种的价值连城啊, 他呢, 就来了之后呢, 打破了香膏, 就要这香膏就高抹耶稣的头, 这些人一看, 哎, 你是谁, 你这个女的, 有人说呀, 这个女的曾经是耶稣救过的妓女, 可能, 因为这个缘故, 他手里好多钱, 他最后呢, 就所有的钱都换了, 比如香膏, 有人一种说, 这是一种说法, 就是说, 你这个人, 你上我们这来干嘛, 然后又有人说了, 哎, 这么贵重的东西, 就这么给抹在头上了, 这些能够救多少老百姓啊, 是不是, 就能够给换多少银子, 能够值多少粮食, 耶稣呢, 怎么看待呢, 耶稣说, 哎呀, 只有他知道我呀, 只有他理解我呀, 只有他明白我呀, 明白什么呢, 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在这个日子不多了, 你想想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三了, 礼拜五也就两天了, 离这个, 离这个他的上十字架, 谁体会他的心呢, 只有这位女士, 把钱呢, 都花到了这场头, 耶稣呢, 是王啊, 本来是应该, 请到圣殿里去, 被祭司们, 最高级的对待, 用最高级的香膏给他按立的, 结果呢, 却被祭司, 现在呢, 被祭司偷偷的想办法陷害耶稣, 想把他耶稣给除掉, 省得他们老来, 省得耶稣带着这帮, 这帮那个药饭的, 到这个圣殿里给我们捣乱, 这帮祭司正研究这些事呢, 没想到, 耶稣, 却, 被这个, 一个女的, 不管她出身来历怎么样, 也却高抹了, 这个犹太的传统就是, 高了谁, 谁就是王啊, 这个耶稣看了说, 就说这件事情, 将来要流传到永远, 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宣讲这个, 打破相高的这个, 交在耶稣头上的这件事, 这就周二周三, 开始周三了, 周三呢, 据圣经里讲, 没有发生太多的事, 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这个犹大呀, 偷偷的, 去给, 祭司, 给那些就是, 想捉拿耶稣的, 犹太领袖, 报信去了, 他说, 他说我知道, 我能够想办法, 带你们去, 去, 缉拿, 缉拿, 捉拿, 捉拿这个, 捉乱的, 嗯, 这个祭司们一看, 赶快联系吧, 联系罗马, 罗马那帮官府的人, 士兵们, 对吧, 拿着, 拿着枪棒, 联系, 就想办法, 好, 既然, 他的门徒, 自动过来报信, 我们给你点, 赏钱吧, 给了这一袋, 三十, 三十个金币, 好像是一袋, 一袋钱, 嗯, 这是给你的, 这犹大就拿着就,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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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说好, 我这件事情, 我肯定给你, 完成, 我拿了你的钱了, 合同, 合同这个, 成立了, 对不对, 合同成立了, 收了钱了, 嗯, 周三, 周四呢, 这个周三, 刚才我忘说了, 耶稣愤怒的时候, 这个, 有人呢, 曾经写了一首诗, 更加呢, 把, 圣殿耶稣这个, 清洁, 洁净圣殿, 更加用骨体, 描述出来, 这是叫做, 一个, 警风, 嗯, 施舍的, 这么一个, 嗯, 协会, 嗯, 写了一首诗, 给大家念一下, 这是写耶稣的权柄日, 那天, 违戒, 对淫, 取利狂, 嚣张生理, 闻牛羊, 贼窝圣殿, 无疏义, 祷告, 焉能达上方, 这么一小诗, 之后呢, 这个, 又出现了, 就是礼拜, 该礼拜四了, 礼拜四是什么事情呢, 礼拜四呀, 是这个, 他们有准备过, 嗯, 这个逾越节, 准备过逾越节, 但逾越节呢, 有两种说法, 有一种是, 可能是这个最后的晚餐, 是礼拜四, 为什么最后的晚餐, 是礼拜四, 不是礼拜五呢, 礼拜五是逾越节呢, 最后晚餐, 为什么是礼拜四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因为啊, 这个, 礼拜五大家都忙着献祭, 杀阳献祭, 所以呢, 而且因为礼拜六呢, 恰恰呢, 是安息日, 所以安息日又不能够做工,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 愉悦节, 守愉悦节, 吃愉悦节的这个晚餐呢, 弄到礼拜四了, 之后再给大家契奖愉悦节, 所以呢, 这个耶稣呢, 就告诉门徒, 去哪儿呢, 楼上, 我们就在那儿, 吃晚餐, 吃晚餐, 这个呢, 大家呢, 就好, 就是该买菜的买菜, 该买肉的买肉, 该买酒的买酒, 该做饼的做饼, 结果呢, 他们就, 去了这个楼啊, 有一个相传是个马可楼, 二层楼,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最后的晚餐的那个画, 我没有给大家放, 是因为那个画的, 不是一定是真正最后晚餐的样子,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 没有坐在凳子上, 吃的都是席地而坐, 这种画很难找, 不管怎么样, 在他们来吃晚餐之前, 耶稣呢, 早就给他们准备了一盆干净的水, 他们一进来就给他们洗脚, 就有一个洗脚的这么一件事, 老师耶稣给门徒们洗脚, 洗脚的目的就是说, 让他们将来要彼此服饰, 彼此服饰, 之后呢, 晚餐呢, 我就不太给大家细讲了, 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在晚餐的时候呢, 他耶稣呢, 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无酵饼啊, 月节吃的无酵饼, 掰开了, 分给门徒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 杯里是当然装的是葡萄酒了, 说, 祝谢了, 祷告祝谢了, 就让他们分着喝, 说, 这是我的血, 是为立约用的, 为许多人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绝不再喝着葡萄酒, 直到我在神的国里, 喝新酒的那一天, 当然了, 这些门徒呢, 也就照样做吧, 这个老师把这饼掰开了, 分了, 又让这个每个人喝这个杯子里的这个葡萄酒, 大家咽一口, 耶稣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为了要纪念我, 这句话, 真听懂的人, 有吗? 至今, 我还存疑问呢, 这个, 好多呀, 好多人呢, 就是说, 认为这个就是一个仪式, 就是一个仪式, 掰饼, 喝这个葡萄汁, 现在呢, 任何这个教会啊, 都举行这种仪式, 天主教特别是天主教, 天主教有掰饼, 但是天主教不让你们喝这个雪, 不是雪了, 喝这个葡萄汁, 这个新教呢, 就可以喝这个葡萄汁, 因为是一种仪式, 非常, 他们对这个仪式非常看重, 但是呢, 问题就出现了, 这个仪式是后来人家琢磨琢磨的, 当然保罗也是说了, 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 我们这样做, 但耶稣当时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并不是一个仪式罢了, 是你们呀, 要把自己的身体掰碎了, 舍身, 像耶稣基督那样舍身流血呀, 这是他真实的意思呀, 那你想想, 是吃这个饼, 喝这个葡萄汁容易呢, 还是舍身流血容易呀, 很多基督徒啊, 就挑容易的做吧, 对吧, 那牺牲自己流血的事情, 那就算了吧, 我宁可相信这个耶稣的意思, 就是说, 掰个饼, 大家聚一聚, 喝个葡萄汁, 纪念一下耶稣我们死了就行了, 嗯, 其实, 可能很多基督徒啊, 所谓的基督徒, 或者基督教徒选择的, 这里我也说一下, 有人说了, 现在基督徒啊, 怎么都, 这么基督教没落了呢, 基督教怎么, 我一说这个又不爱听了, 怎么这样啊, 不是现在, 但是早就这样了, 这个你有什么证据啊, 对不对, 当啊这个, 西方的基督教传到印度的时候啊, 就是, 印度人也是很虔诚的, 一看这挺好, 基督教信仰挺好, 耶稣基督说的话很好, 很对, 确实是好的, 我们确实应该这样做, 但是, 起码有两件事, 一个叫做, 杀都孙家信的, 他非常虔诚, 你听西方传基督教来了, 非常虔诚, 非常信, 单纯的信, 有一天呢, 他实在是太痛苦了, 又渴, 又饿, 又没有钱啊, 他鼓起勇气, 他说你们这个西方, 基督教那么好, 圣诚节的那天, 他鼓起勇气, 敲开了牧师的门, 他说, 牧师啊, 我没有钱又可, 又穷又可, 没有工作, 你将来能不能介绍我个工作呀, 那个西方牧师说, 谁让你敲门的, 你不知道今天圣诞节我们休息吗, 大家想一想吧, 还有一个, 大家都知道, 甘地记, 就是圣雄甘地啊, 甘地记呢, 就是尊称印度语, 对他的尊称, 他说了一句话, 人家都说, 甘地, 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吗, 很多人都不认为他是基督徒, 我看甘地是基督徒, 他的行为, 甘地说我是基督徒, 但我也是回教徒, 我也是印度教徒,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他说呀, 基督是好的, 我非常喜爱你们的基督耶稣, 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教徒, 为什么呢, 你们的基督教徒啊, 太不像你们的老师耶稣基督了, 结果呢, 西方人听了之后, 不是所有的西方人, 有些人听了之后, 非常恨这个甘地啊, 恨之入骨, 就像把他整死, 然后就造舆论, 结果呢, 丘吉尔还骂了他, 说你这个半裸体的骗子, 这就是历史啊, 好, 我们不说那么多, 再说,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的晚餐之后呢, 耶稣基督带着门徒, 就到了外面了, 因为他们不可以在这个马可楼里面, 待一晚上了, 到的外头, 去祷告去了, 因为耶稣基督啊, 知道, 他要被出卖了, 因为什么呢, 诸森呢, 这个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 一有这个动静, 耶稣就知道了, 特别是在最后的晚餐, 还警告了一下, 谁要出卖我, 结果呢, 耶稣基督呢, 最后时刻, 就在戈西玛尼园, 祷告啊, 因为他知道, 这个苦悲啊, 他必然喝的苦悲就要来了, 果然呢, 这个, 那天晚上啊, 果然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 其他的门徒都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以为耶稣说的, 说着玩呢, 还在那睡觉呢, 没想到远处, 火把, 一群火把, 慢慢的就来到了, 然后呢, 为首的那是谁呢, 为首的呢, 是, 哎, 走在最前面呢, 是, 竟然是犹大, 耶稣就知道了, 犹大呢, 很热情的就过去拥抱, 耶稣还亲吻他, 其实是给那些人个暗号, 就说这个就是耶稣, 耶稣心里当然吃到了, 说, 哎呀, 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 结果呢, 那些, 祭司长, 犹太祭司长, 带了那些兵丁, 就赶快把耶稣拿下, 抓走, 这下呢, 这个, 这些门徒就吓傻了, 怎么这个, 我们的老师就被他们给抓走了, 就当罪犯一样, 一点没有反抗, 曾经记载这个彼得呀, 还掏出刀来, 砍过去了, 削了一个人的耳朵, 结果被耶稣又给医治好了, 说, 把刀放过去, 拿刀的必死于, 刀下, 这是, 这个, 有记载, 耶稣基督呢, 就派他们, 抓走了, 这些门徒吓傻了, 就全跑了, 还有很多细节, 我就没有讲, 全吓跑了, 躲起来了, 吓傻了, 吓懵了, 这个, 这个之后呢, 这个礼拜四的晚上, 就是耶稣就被抓到了, 官府连夜的, 就开始对他进行审判了, 找了这个审判官, 审不出罪了, 又找那个, 那个呢, 也说他也审出来有什么罪, 因为按照罗马的律法, 他没有罪可定啊, 顶多就是朝下他, 就说, 你是王吗, 你是不是, 这个, 你不是说你是基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你是吗, 耶稣没有说话, 就是说, 我就是圣经预言的那位, 结果的这个犹太人, 一听, 哎呀, 就撕裂了衣服啊, 就恼怒成, 这个恼羞成怒, 就说你怎么敢这么说, 你是亵渎神啊, 他这个, 这些宗教领袖, 不管你说的对不对, 只要是他听的不顺的, 就不行啊, 他们心里想的说, 我们这个, 期待的这个拯救者, 怎么是你这个穷要犯的这个样子, 你嘴里说的在, 在好像是怎么怎么样, 觉得你说的, 你这个样子就不像说, 就像, 就像, 像是个骗子, 不管你说什么, 你这个样子就是个, 那个骗子, 就是说假话的, 就你不可能, 你说的话, 从你嘴里不可能说出真话来, 不可能说出上来的话语来, 你看你那个样子, 你看我们穿的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住的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位, 职位都多高呢, 你也就是个, 几个小本老百姓的那个, 那个, 拥护你罢了, 你看看现在谁拥护你, 你的那些门徒哪去了, 全跑了吧, 但是呢, 这些犹太领袖还不把修, 一定要把他治死, 一定要出这口气啊, 因为耶稣基督在圣殿当中, 说了他们, 你就一定要把他, 这个耶稣给弄死不可, 就又把他带到了, 当时的, 当时的那个, 所谓的长官吧, 法官, 比拉多, 本丢比拉多的下面了, 本丢比拉多呢, 那是已经早晨了, 当时呢, 本丢比拉多呀, 是同意了, 让派的兵去, 去把他抓过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说是他是, 想在逾越节的那天啊, 想捣乱, 因为这个, 维稳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够有任何捣乱, 否则这比拉多没法跟上面交代, 就为了这个缘故, 就派了些人去把耶稣给抓来了, 当时呢, 那个比拉多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老婆做了个梦, 就梦见, 说, 你抓了个艺人呐, 你怎么做这种事啊, 你赶快, 赶快那什么, 跟那个, 赶快告诉你的, 那个, 比拉多, 你让他不要, 为难这个义员, 就他老婆做的梦, 比拉多也一听啊, 就没想把耶稣怎么样, 就好, 他想就是把你那个打一顿, 就把耶稣就拿出去抽了, 抽了, 用最狠一点的鞭子, 给他抽了多少鞭子, 三十九鞭, 或者是七十大板, 对, 打了一顿, 以为这样就能够解, 就可以让那些犹太领就消气了, 结果这些营犹太领就不干啊, 不干, 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可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了, 可是比拉多一想, 他到底犯了什么恶事, 你得给我说个, 说个事, 我好定的罪啊, 没有罪啊, 那不然这我不能够, 我也虽然有权品, 但我也不能够随便把无故人当成罪人, 上十字架啊, 这些领袖啊, 就不干了, 就喊了, 也就说这个众, 不但他们还, 他还那个煽动, 煽动所有的老百姓, 说他这个耶稣是个骗子, 是亵渎了上帝啊, 亵渎神灵啊, 一定得把他钉死啊, 然后比拉多一看, 我不把他钉死, 这些老百姓就要暴动啊, 就要闹啊, 那好, 没办法, 无济于事啊, 怕这个引起骚动, 就吩咐冰丁拿过一盆水来, 在众人面前洗了个手, 说, 流着人的血与我无关啊, 你们自己负责, 结果呢, 那些犹太人, 老百姓也说了, 喊了, 说, 盯死他, 盯死他, 这个, 所有盯死他的一切, 后果, 都有我和我们祖子孙承担, 不用由你承担, 有我们承担, 有我不但有我们, 有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 行不行, 下了毒事, 就因为这样, 耶稣基督就被命令受到十字架的处罚, 当然了, 就是这个后来的故事, 就背着十字架呢, 就是经过了, 从一直走到这个城外的哥哥他之地, 就是死刑犯, 受刑之地, 用钉子穿过了他的双手和双脚, 悬挂在木头上, 流出了宝血, 这些细节, 最后呢, 冰钉还怕他, 那个, 怎么怎么样, 还用一个, 弃弄他, 用一个荆棘座的冠冕, 给他带上了, 带着脑袋, 扎住好多血, 让耶稣满面流血, 最后, 在他的十字架上网, 还盯了个牌子, 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戏弄他, 这样的话呢, 耶稣基督就慢慢的, 慢慢的, 越来越, 体质越来越弱, 流血, 最后, 说到一句话, 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何离弃我, 那个时候, 上帝的灵呢, 就不在耶稣基督里了, 耶稣就完全的被交给了, 罪恶的世界, 完全的交给了魔鬼撒旦, 那一刻是多么的黑暗痛苦啊, 耶稣最后一口气, 说, 成了, 就把灵魂, 就把气啊, 就断了, 结束了, 去记载那时是身时, 五时, 未时, 是身时大概是三点, 当耶稣断气的时候, 去记载, 突然一下子天, 突然地震了, 天也黑了, 突然在三点钟天黑了, 起了狂风啊, 四处地震, 在圣殿里的, 圣殿也当然地震了, 圣殿里的帽子, 隔开了众人与神之间的帽子, 裂开了两半, 预表着, 圣殿已经不复存在, 圣殿的功用已经不复存在, 这时候呢, 还据记载, 坟墓中很多人复活了, 地面震动, 石头崩裂, 坟墓开了, 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 从坟墓里出来, 之后四处向众人显现, 这个时候, 在这个石子下面的一些人, 看到了这个发生地震, 十分惧怕啊, 有些人反而相信, 这个就是上帝的儿子, 有一篇诗写的很好, 寿南日有记, 圣体元和十架悬, 苦悲待饮与此连, 桃红碎碎飞红泪, 五念, 生恩年复年啊, 这个就是所讲的耶稣基督, 其实啊, 是为了我们的罪, 上十字架, 受苦, 是本来是无罪, 却被我们这个世间的罪人, 盼门有罪, 我们这个世间的认为, 脑子的糊涂啊, 无知啊, 竟认不出来, 这么一个, 替我们罪而死的, 神的羔羊, 好, 那下面我再说一下, 这个逾越节, 到底和这个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 逾越节呢, 是, 来历是如何呢? 逾越节啊, 其实是, 当时啊, 以色列的一个传统, 是什么传统呢? 是在以色列曾经, 被在摩西带领下过红海之后, 过红海之前过的节日, 为了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 当时呢, 以色列人在, 在法老, 埃及法老的藏铺统治之下, 他们期待脱离这种罪恶的统治, 获得新的自由, 结果呢, 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人, 就命了他们去, 一种方法, 就是, 把羔羊啊, 把羔羊啊, 无罪, 无瑕疵的羔羊杀了, 家家呢, 用羔羊的血抹在门框上, 并吃羔羊的肉, 这样上帝审判的时候, 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谁有羔羊的宝血而不去降灾于他们的家里, 家人, 那个时候呢, 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守这个命令, 就是把羔羊杀了, 吃了, 吃肉, 然后呢, 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家家的门框上, 结果, 天使, 呃, 审判的天使来的时候, 看到了有这个刚保血的家呢, 就不在, 就认为他们是好的, 不在, 降灾, 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到了耶稣那个年代, 甚至到今天, 这个羔羊节呢, 羔羊呢, 那是只是暂时的帮助以色列人从罪恶的埃及拯救出到过红海到这个加南美帝用的, 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够完全的除掉以色列民的罪直到真正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 把自己, 把自己献上流血, 让所有人接受他保血的洗净罪的人, 就会将来不被上帝降灾的天使所击杀 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就被人们称为神的羔羊 如今也是大灾难 上次我说的叫来临的话 或者人们在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的痛苦 最后要遭到死亡 都是一样这种灾难 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 赎罪的救恩 相信他为我们流血牺牲 并把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完全交给耶稣基督 由他来掌管 与救我如同上十字架 如同耶稣一样钉死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通过耶稣基督的保血 就像那逾越节一样 将来不被审判 不被定罪 而得永生 今天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 然后呢 可以说一下 这个 中国的一些习俗啊 中国的一些习俗 中国呢有一种就是叫做春联的习俗 有人说可能是跟这个月节相关的 因为我也是研究一些 在河南地区有很多村民呢 他们说的一种土话 土话呢 好多东西呢 和现在以色列人说的话 很接近 发音相同 就说明这个以色列文化 在老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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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就影响了中国文化 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 还影响了日本文化 这里很多的东西啊 以后可以给大家分享 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 下面呢 在结束之前 我给大家分享一首音乐歌曲 叫做苦路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可惜现在找不到中文翻译版本 所以我只能够给大家找一个 这个 粤语版 但是有中文歌词 是一首音乐歌曲 人浪翻译 士兵穿插 千夫只肯借过他 是一首音乐歌曲 收视前被鞭打 剧痛振扎 在欢呼的群众 正在懒舟弃弄 他们的ědom 就是自己的音乐歌曲 就是像是一首音乐歌曲 那你只是一首音乐歌曲 他・作曲名的歌曲 看见到这个歌曲 就不太讲了 在 exchange音乐壳 算不上了 是一首音乐歌曲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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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